第一点,我们永远需要美国芯片 美国公司他们现在领行的钱都划算到去审批 如果审批完了以后呢 我们还需要购物给它 回去我们卖给它 对吧 我们不光是买它的也可以卖给它 会是它一千金 对吧 所以,因此我们内不会去排斥或进入狭隘的自我成长的技术 我们还是要共同成长 但是如果真的出现供应不上困难的时候 因为我们是没有困难的 因为我们所有的高端芯片,我们都有 但是在和平时期 和平时期,我们从来都是一家一政策 就是一半买美国公司的芯片 一半是芯片 尽管我自己芯片的成本低得多得多 我高价还是买美国芯片 我不能做一个孤立这些世界的人 我应该在融入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和美国公司之间的友好 是只会有新权的 不是一张尺就能吹火的 所以我们将来 还是要谈到我们的那个期间 只要它国家 只要它能争取到华政府的批准 对吧 但是现在很充满 他们很充满 以时代是批不准 那缓冲一下是可以的 他们的批准我们还是要进场正常物语 还是要保持给美国公司的正常物语 对吧 我们在为这个人类社会 要共同建设人类这个信息社会 而不是我们的股价包含来进行信息社会 对吧 所以在日本人的讲话中呢 这个讲话呢 可能整理导致人有点偏激 我们就是说我们也能做美国芯片 一样的芯片 那么 就是那不等于说 我们就不买了 对吧 嗯